陈鲁豫,1970年6月12日生于上海,成长于北京,中国内地主持人。鲁豫如同一个正能量磁体,欺负嘉宾的正能量,他懂得放低身段,把自己当成一勺配料,与心坛慢语之间,让被防者舒服自在地敞开心扉,乐意掏出陈殿心底多年的体悟之谈。 他主持的鲁豫有约,一直被称为业界良心,并被时代周刊誉为15年来,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之一。陈鲁豫小学毕业于北京中古友谊小学,初中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,高中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。 1992年,还在北京广播学院,进中国传媒大学,外语系读书的陈鲁豫参加北京市申办英语奥林匹克竞赛获得第一名,紧接着直接进入中央电视台医院封景线栏目担当主持人。 1993年,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88集。 1994年,获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主持人称号。 1996年,从央视离职,加盟凤凰卫视,成为鲁豫有约主持人,并主持音乐无限、音乐发烧油,和神州博览节目。 期间,他还参与主持凤凰卫视《如香港回归》、戴安娜王妃葬礼、美国总统大选等许多重大新闻直播节目。 1998年4月,陈鲁豫担任新创资讯节目《凤凰早班车》主持人。 2002年,凤凰卫视专为鲁豫,量身打造谈话类节目《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》。 2003年1月1日,出版第一本个人著作《说出你的故事》。 9月,出版第二本著作《鲁豫有约心相约》。 2006年,在都市麻辣爱情贺岁喜剧电影《爱情呼叫转移》中客串演出,本色出演片中主持人一角。 2008年4月14日,鲁豫有约落湖湖南卫视,更名为《快乐心灵鲁豫有约》。 8月,陈鲁豫担任北京奥运圣火四川最后一战成都的035号火炬首。 2010年1月1日,鲁豫有约正式进驻安徽卫视,更名为《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故事》。 2012年,陈鲁豫在赫特普德,担任伦敦奥运会火炬首,并举办了一期《鲁豫有约》以鲁豫有约G2EAT英国行为主题的节目,聚焦英国,走访最热奥运之都。 10月,陈鲁豫获得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,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大学生电视节罪。 受大学生喜爱电视节目主持人奖。 2013年8月1日,语言竞技卫真人秀超级演说家,在安徽卫视博出,陈鲁豫在节目中仍保释兼任超级演说家总监制。 2014年4月4日,担任安徽卫视语言竞技卫真人秀超级演说家第二季导师和总监制。 6月7日,担任旅游卫视原创明星夫妻,旅行成长真人秀节目,陈鲁豫的礼物主持人和总监制。 10月,担任北京卫视语言竞技卫真人秀,我是演说家的导师。 2015年3月21日,陆玉担当导师,以及总监制的安徽卫视语言竞技卫真人秀,超级演说家第三季播出,由陈鲁豫、金星、乐佳、窦文涛四位名嘴,担任第三季导师。 8月28日,语言竞技真人秀,我是演说家第二季播出,陆玉担任导师率领玉花园争夺语言魁首。 2016年4月22日,担任北京卫视读书日特别节目,遇见读书日特别节目主持人。 4月29日,担任旅游卫视原创明星夫妻,旅行成长真人秀节目,陆玉的礼物第二季主持人和总监制。 7月8日,担任北京卫视语言竞技卫真人秀,我是演说家第三季导师。 8月26日,担任东南卫视鲁玉有约大咖一日行第一季主持人和总监制。 2017年2月15日,担任东南卫视鲁玉有约大咖一日行第二季主持人和总监制。 陈鲁玉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会装傻的主持人,多年的访谈节目经历,让他擅长于面对面的倾听与沟通,他可以做到,只要嘉宾愿意说话,他全程一声不吭,让嘉宾自由发挥。 能克制表现欲,不去打脚被绑者,这样的主持人,才是一个真正好的访谈主持人。 感谢观看